跟那個medio的entries 這樣子的形式 然後這邊是它主流的一些 SL的格式 像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這個model Service裡面 這邊有tag service 裡面就包含了這個區塊 然後裡面再包含了collection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這邊有兩個部分 裡面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指說 這邊是一個人的部落格 然後這邊是它的相簿 它可以接受的 那個格式是 PNG ZPEG GIF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它的一些resource 還有它的一些秒數 resource的話這邊是根目錄 然後這邊是部落格 然後地的這樣的形式 它這邊的話是相對應 可以描述這邊的部分 然後我們接下來講一下它的一些 溝通的一些 比較詳細的介紹 像collection的一個支援的話 像collection的一個支援的話 像collection的關係就是 我們去post的一個URI過去 然後它會response這個 這個entries的URI回來 然後並回傳一個201 collection的這種成功的訊息 read 然後就是retriever 然後我們這邊的關係是 get 把這個URI從 從collection 把這個URI 送到swerver裡面去 然後swerver它就會接收到 如果初一完成 它就會回傳200ok的訊息回來 提供給collection的使用者說 你已經成功了這樣 然後這邊是get的一個格式 這邊其實這邊形式 就是跟前面這邊提到的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在這邊的話就是一樣 把這些 這個網站資料全部 一致的 去把它get出來 所以說 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形式 然後我們如果是get的一個 部落格裡面的一些文章的資料 我們就是以d的顯示去把get出來 一開始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會顯示說 部落格啊 那個title 還有更新的時間 作者 還有一些ID 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 entry 還是它的文章的資訊 然後這邊可能就是有一筆一筆的entry 這樣子 然後它有title 還有link 這邊還有 允許你編輯 然後還有ID 更新時間 內容 就是 部落格裡面 你所打的一些文章的內容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 有一點比 就是說 這個entry裡面的話 它都會包含 一些集合的link 然後每個link的話 它有一個relationship的一些attribute 的主性所存在 那如果沒有rel這個attribute 代表它是一種交替的一種代表 例如說 html 像這邊的話 會重新出來 就是一個html 但是它也可以允許你編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 要去get後面這些attom的形式回來 就是 直接 比較像是get裡面的一些 某一篇特定的部落格文章 就直接entry 這樣子一下形式 會傳回來 就跟前面這個部分 其實是一樣的 它這邊就有很多個entry 我只要特定選一篇 這樣子會傳回來 Post 就是 我要發表一篇 新的部落的文章 我一樣 就是使用Post的方式 我們剛剛前面 對此的有提到說 Post的 也要算是 create 一筆新的資源 所以說 這邊的話 我們是夾在 entry的資料 把它傳送過去 有title id 更新時間 內容 這樣的形式 然後request過去之後 也會rebox回來 才會回傳一個uri回來 並回傳 201 project的一些成功訊息 然後這邊的話 就 entry的一些 就是剛剛所新增的一些 部分 然後它一樣的一併 會再回傳回來 可是它會添加一些 逆地新增完 然後再去從那個網站 把它取出來的一些格式 像是這個link link這些 都是它後來所加的 然後這邊的話 其實也是跟前面的差不多 就是一樣去把它 get一個entry出來 那我們現在是講一下 它的更新的部分 就是 編輯 修改 之類的 我們從 可愛端 先 負責一個uri過去 然後 如果你 修改更新成功 它就回傳個 200ok的訊息 回來 提供給clident的使用者 知道 第一層也是一樣 第一層的uri過去 server回傳200ok的訊息回來 那這邊的話就是一個 更新編輯的例子 一樣 我這邊更新完 要把要求更新完的資料 去把它做request過去 那這邊就是一個entry 更改後的資料 request過去 從那時候再去 server回傳 就是一個200ok的訊息 這樣子 然後 這邊的話就是一個 意思 這樣子 我去get一個 一篇 某一篇 的 嗯 部落格裡面的 一些 全部的文章 然後 它會回傳一些訊息回來 它還會加上 e-tag 這個東西 這段 它會給你這段代碼 可是 如果你下次 你再去 像這個同一個玩家 再去get一次的話 它會夾帶著 這一個 這段訊息 它會先詢問說 說server 說Nemo這段的e-tag 有的話 它就不用再回傳 那些資料回來 你只要從你 可愛端的那個 流氧器 去做cache 把它 呈現出來就行了 然後 這邊的話是 大概比較粗略介紹一下 它 ATAM跟RSS 跟它那個 ATAM Publish Poloco的一些 的資料 然後 老師有沒有一些cover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為什麼 REF 跟ATAM ATAM Publish 它們的 到底要怎麼用 就是它為什麼要有這些東西出來 跟你傳統的 用CHP 或是用HP 或是用HP 或是HP 跟用REF 或用ATAM Publish Poloco的這些 後面還會介紹幾Data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技術出來 為什麼會有RAM 為什麼會有ATAM Publish 你有沒有 一些想法 我是覺得說 像這些Poloco 是藉由這些PHP 這些程式 去把它實做出來 可是 有一些 Poloco 它的形式 可能像是 網路上提供的一些 Library 沒有後門 就是必須要利用一些 自己的想法 或是一些 程式的技巧 去把它實做 如果 我如果用RAM的 跟過去沒有RAM的 有什麼不同 或是用ATAM Publish 加上ATAM 和ATAM Publish 跟沒有這些東西 只有RAM的 到正去來講的話 是先有 先連HP 都完成都沒有 最原整的GGI 然後再有HP 這些GGI 這些東西 然後呢 再有RAM的 這些 RAM的概念 RAM的概念 出來以後 然後再有 ATAM Publish ATAM Publish 然後再有 E-Data 到順序發展 是這樣的發展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發展出來 前面你們應該很清楚 有了GGI GGI很方便 是要這個 所以會有 ASB階的GGI 來 整個方面 這個是在WARP技術裡面 那後面 為什麼會有RAM的 為什麼會有 這個 它有 你有沒有一些想法 嗯 我是想說 是為了改善 過去例子一些 不方便的 因素所在 這是說哪些 不方便呢 跟 你 你傳統的 HEP的 跟RAM的 跟RAM的 比起來 有哪些 東西比較方便 或比較不方便 回到RAM的 那怎麼說 應該是 像是 網址GGIES那些 形式 可能是更加的 明白清楚這樣 更加明白 如果你是一個新手的話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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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RAM的原因 會怎樣 嗯 不必再 再去寫一些 程式出來 我只要透過 一些 網址GET的形式 我真的 把那些資料 能夠回傳回來 那是 寫一些程式 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 不方便的地方 如果不是用RAM的話 官日寫程式的話 必須要先去 瞭解 他的整個架構 要去向他說 必須要反問 他的網址是什麼 然後去 要夾帶些什麼 你要匯匯的其他東西 要知道資料庫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很多的邏輯 現在你要存取的東西 都是一個UR URIS 是不是 那都是一個 一個WAP上面的資源 所以 所以RAM是一個觀念 那 但是RAM出來的時候 那就是把 簡單來講 把所有的東西都變成URM 網路上的資源都變成URM 那你要根據這個資源 你就比較方便 因為這個是RAM最重要的觀念 那 那所以像Amazon 他的API裡面 它很多 用的最多的 都是RAM相關的 然後後面也有 就是在那個 還沒有API裡面 還沒有幾點假設 用的最多的都是RAM 那為什麼 因為它成它的門檻最低 立刻就可以 一個GAM 一個HOUSE 比如說 可以做了所有的事情 就是RAM 那這接下來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 需要有 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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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這些 嗯 我是想說 應該是處理一些 我們要訂閱 或是一些 Gate 成回來的一些 格式 我們利用這個 後果可能會去更有一些 更有 跑口的一些 能力所在 RAM RAM 只是把資料 沒有錯 答案是對的 RAM 只是把資料 變成了 一個 一個UII的資源 來用 可是呢 資料的格子有很多種 那 那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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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 加上 有Protocol在上面 那就變得比較完整 就等於是 RAM 只是一個概念 那 那 那 下面都是HDP 但是 你做 應用開發的時候 Programmer 就會比以前 Programmer要輕鬆很多 所以 Google 他會直接下來 要產GData Google為什麼要有GData 為什麼要 要有這些東西 在擺在 擺在這個 基於 這個 發展GData 這個 都是有 這個 脈絡 好 那 就 下面 脈絡 還要休息 知道 到底有段落嗎 這邊到底有段落 那 那就先休息一下 接下來我們繼續 開始 剛剛的 Mail 然後 這邊就是 剛剛提到一些 它的參考資料 然後 我們接下來 繼續介紹一下 GData的部分 然後 一樣 它就是 它就是 依據 RES的形式 去把它 製作出來的 它是 GData就是 比較像是一種 Poto 它是 就像剛剛老師所講 它是延長之前的一些 像是RES 延長 延長 Ethan Publish 付出口 在那裡慢慢延長下來 所以說 GData的話 它可以處理的 東西能夠比較多 它是比較有 有Power的一個 付出口 這樣 然後 所以它的 語法就是 就是 RESPO的Style這樣 然後 然後 它的 比較標準的方法就是 能夠去 匯率一些 地本的未來 然後它有做一些 用化上的一些 處理 然後 我們使用 Google那些 API的話 我們 像是 Karen的 YouTube那些 裡面可能是 存放的一些 比較個人 會有一些隱私 要保存的一些 資料的話 我們必須要 使用一些 我們一定可以去認證 後去付算 去做 先去做 處理 然後它有一些 共同的一些 Element 在我們 部落設備裡面 都有使用到 然後 GData的話 它能夠 做一些 批次的一些運作 就 然後接下來 就是 像我們剛剛所提到 它是 依據 A3Publish 然後 然後 它輸出的格式的話 有 RSS 還有其他 的一些 所謂的 然後 GData部分的話 它可以使用 Google的API 的產品 像是 以下這些 所列的 Analything 還有Karen的 Map 還有 YouTube的 這些API 當然還有其他 還做很多 然後 它 能使用到這些API 的時候 都有可能 使用到GData 這種